别关灯 要是我想去厕所的话 不安全 现在安全了吗 安全 那个 太亮了刺眼镜 把头蒙上 或者转过来睡 喂 你睡了吗 你们要是没睡的话 咱们来会儿添杯 我是觉得 我们应该要交换一下个人信息 给彼此弄个简单的了解 毕竟现在也算是合作伙伴了嘛 总该要有些合作警示 想知道什么尽管问 能不能回答 不一定 你这么大的别墅就你一个人住啊 你家人呢 在美国 那故意呢 她是 她是请来的阿姨 负责我的饮食起居 在这里待了小十年了 跟家人没什么两样 她每天早上八点和每天晚上六点都会在 尽量不要碰面 省得麻烦 那你那个经纪人梁哥呢 自己上网查 我是觉得吧 他这个人有点怪 怪好看的 最后一个问题 你说的那个失眠症是真的吗 如果是的话 我为什么不找别人呢 你应该会有大把女生愿意的 为什么非要我呀 因为除了你 谁都不行 好了 今天的题文到此结束 还有最后一个 你有完没完 最后一个不是问题 是选择题 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 总该要有个窗户 总不能一直交会吧 你是想让我跟他们一样 叫你习大神还是习哥 这有点妥啊 嗯 还是叫你名字呢 随便 那就叫名字吧 习宋 真好听 不像我 就因为我老妈喜欢钢琴 连给我取名字 都是按照五星谱来的 幸好没叫什么宋刀儿 还宋女法 不然也太难听了吧 可以睡了吗 嗯 嗯 我暂时问完了 现在该轮到你了 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没有 睡吧 晚安 都说 喜欢是从好奇开始的 看来 他真是一点都不喜欢我 而我 倒是非常非常 喜欢他呢 喜欢他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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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